看到前面有状况赶紧放慢速度 仔细一看地板上有纸箱 有塑胶包裹 甚至还有超大推车 各式各样的货物散落在高速公路上 就怕会发生危险 任人赶紧摆起三角追警示 事故发生在19号早上7点多 坡道1号北向55公里处 刚好是中立服务区的入口扎道 有大大小小的包裹 还有推车箱子散落满地 占据路间和部分外侧车道 就连旁边的草葱边坡也有 高工局接获通报 立刻派出巡逻车和人员前往处理 调查发现 26岁的物流车理性驾驶 没有将右侧欧翼门锁紧 疑似是过弯时速度太快 造成货物倾倒 进而让车门打开 有民众经过拍下上传到网路 还写下包裹 集体跳车引起网友热议 底下留言纷纷表示 怎么有点怕怕的 我还在等货到 完蛋了感觉不妙 订单正在处理中 也有人说看了一下订单 好险还没出货 还好昨天就拿到包裹了 幸好这次没有波及到其他车辆造成事故 但驾驶得挨发 而这些物流包裹 恐怕也得一起赔 买家只能再等等 TVBS新闻亮星蓝亭 桃源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